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曲线绘制函数是Arc2 Arc2函数仍然是绘制一个圆弧 但是它所传入的参数和Arc截然不同 在Arc2里将传入两个点的坐标 我们管它叫X1Y1 X2Y2 以及一个圆弧的半径Radius 这两个点的坐标和半径在一起如何绘制一条圆弧呢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控制点 事实上Converse剩下的三个绘制曲线的函数 都需要引入控制点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Arc2 Arc2将当前的点坐标 也就是Move2之后所在的点坐标 或者是Line2 或者是绘制其他曲线的结束点的这个坐标 作为X0Y0的位置 之后开发者传入X1Y1 X2Y2后 将会形成一个由两个线段组成的折线 那么Arc2函数将从X0Y0开始绘制 之后绘制一条弧线 这条弧线和这两个线段所组成的折线相切 并且其圆弧的半径为Radius 那么比如这个图所示的 如果X0Y0是当显点的话 X1Y1 X2Y2分别呈现这种形式 那么X0Y0 X1Y1 X2Y2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折线 那么Arc2函数相应的就会绘制出这样一个圆弧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 其实点的坐标是X0Y0 此时圆弧还没有开始 那么中止点的坐标却不一定是X2Y2 而是和X1Y1 X2Y2这条线相切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代码里 首先我尝试使用Arc2来绘制一条弧线 那么我先使用Begin Pass 之后使用Move2移动到一个当前的点 15-150 然后使用Arc2传入两个点的坐标 650-150和650-650 之后传入了一个半径值300 接着我设置这条线的宽度为6 并且这条线的颜色是Right 绘制出了这条弧线 为了看出这个弧线的效果 下面我还绘制了相应的X0Y0 X1Y1 X2Y2组成的辅助线 那么这个辅助线绘制的过程是非常的简单的 在这里这个辅助线我绘制的会稍微细一点 并且它的颜色是灰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代码运行的效果 这就是Arc2绘制出圆弧的效果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两点 首先绘制的起始点一定是X0Y0的位置 但是并不意味着从X0Y0开始 圆弧就要开始 由于Arc2绘制的是和两条折线相切的圆弧 所以从真正的切点开始 这个弧线才开始 第二是传入的X2Y2完全是和X1Y1组成一条切线 而X2Y2不一定是最终圆弧结束的位置 最终这个圆弧将结束在切点的位置 为了我们更好的理解Arc2这个函数 那在这里我将刚才的绘制代码进行了一次抽象 把它们放到了一个函数里 我管这个函数叫做Arc2Test 那么这个函数将传入一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CXT 之后将传入X0Y0X1Y1X2Y2三个点的坐标 以及R这个半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只需要在Arc2Test这个函数里传入相应的参数 就可以看到绘制效果了 那么具体的绘制过程和刚才一样 首先是用Arc2绘制相应的圆弧 其次把Arc2所使用的两条辅助线给绘制出来 那么现在我这个代码虽然变了 但是绘制的效果和刚才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改编一下参数 看看Arc2会显示出什么效果 我们首先尝试的是将圆弧的半径给增大 比如说我们把它给改成500 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 500的圆弧正好是这个辅助线 它们的长度 所以此时整个圆弧正好 起于X0Y0中于X2Y2 并且这两个点也是它的切点 形成了一个圆弧 实际上大家可以知道 这样的一个圆弧用Arc也很容易可以绘制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圆弧的半径变小 我们可以看一下此时绘制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再向大家强调一下Arc2的绘制起点是X0Y0 但是X0Y0不一定是一个切点 它将在这两条线上寻找相应的切点 找到了这个切点以后开始绘制圆弧 这个圆弧的绘制将停止于X1Y1XY2Y2这条线的切点 X2Y2不一定是Arc2所绘制出圆弧的终点 它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线的结束位置 这个例子就把这个概念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了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将这个半径再增大一些 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600的半径已经超出了我们所绘制的这两条线段的长度 在具体绘制上大家可以看到 将从X0Y0向回反方向找到这个切点的位置 这是因为此时这个切点不在我们指定的这条线段上 而在它的延长线上 那么Arc2函数依然会找到这样一个切点 之后绘制出相应的圆弧 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圆弧的终点的位置也不在X1Y1X2Y2所在的这条直线上 而在这条直线的延长线上 那么这个例子再次告诉我们 X0Y0X1Y1X2Y2实质上只是形成了两条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告诉Arc2所绘制的圆弧应该相切于哪两条直线 具体的切点并不一定要在这两个线段上 请大家再体会一下这个例子所表现出Arc2绘制的含义 我们之前所演示的例子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表现出Arc2的本质 那么这两个线段所呈现的角度 我们一直选择的是一个直角 当然了事实上这个线段可以是任意的线段 那么在这里我可以随便的将这个点再稍微做一下修改 比如说把这个位置变成200 再把这个位置变成550 把半径也做相应的修改 大家可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Arc2在这样两条线段的控制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圆弧 通过介绍可以看出来这个Arc2使用起来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它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么在下一节里呢 我将引入一个实例给大家介绍一下Arc2可能用在什么样的地方